妈妈做捏捏乐 PS我做捏捏乐 太期末考试了 这压力又悄然而至 那么我想买捏捏乐 捏捏乐还要买吗 自己DIY都有乐趣 我看是你不舍的钱 要不咱俩来PK自制捏捏乐 如果我赢了 零花钱三倍 做捏捏乐也太简单了 老妈先给你打个样 气球有吧 黏土有吧 直接对进去 两步就完成 这光秃秃的太丑了 画上表情包就好看了 这质量也是刚刚的 怎么揉捏都不会破 别变形了 搓一搓才能还原 老妈你的捏捏乐 也太老土了 给你看看我最近新买的玩具 旋转秘史幸运星 这名字超级的炫酷 里面的装备也很齐全 拿出来就非常有气势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先DIY一串幸运星 这小星星看起来挺精致的 不过这可不是做狩猎 这是捏捏乐的填充物 接下来还要做一个祝福小贴纸 咱也看不懂英文啊 就它吧 上面有一些小爱心 看着就很喜庆 刚才已经给它化了美美的妆 剪下来之后 被用 好粉嫩的装饰纸啊 把它放到打孔器中 摁一摁 压一压 就能变出来很多可爱的五角星 我做的捏捏乐不但能解压 还是一个幸运吉祥物 这颗星星的空间很大 里面还可以放上其他的小玩具 现在把星星移到凹槽中 再把另外半边星星 压下去 哎呦 掉了 重来一次 像不像早上做的三明治 我们看看牢固没有 不错啊 摇一摇 还能听到沙沙的声音 最关键的一步 还没开始呢 先把饭盒固定到转盘中 随意的喷一点颜色 是不是立马变得先气起来了 再把这个按钮一压 它就转起来了 现在最魔幻的一步来了 在转动的饭盒上 随意的滴上几滴色素 图案都不需要自己画 停下来之后 这捏捏乐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好看的纹路 不得不说 这做捏捏乐的过程 真的是仪式感满满啊 所以它不但是一个捏捏乐 还是一个拆拆乐 最后来说说 你们更喜欢水做的捏捏乐 好看的